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在暑熱的天氣的時候 我們來到電影有毒 今次的主題是小楓你選擇的 當男人戀愛時 是呀算是因為其他好像沒甚麼值得 這裏比較多東西說 你敢說話 這麼多好戲你都說武器值得說 應該說 過去一周比較上 波士BB都可以說 但講得比較沉重 對我來說是關於文革 關於國民教育 我們轉題題目 不要因為不能選擇 選擇你這個 當男人戀愛時 不是 這套特別覺得標稱 標稱的意思是 因為有人不認同標稱 我覺得值得說 有人認為你都不太認為 無論怎樣都好 你選擇了當男人戀愛時 是 是的 那名字呢 我覺得當男人戀愛時 就是 Man in Love 是不是一個好名字來的呢 但現在是吃的 總之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反應都不在 還有 這個名字是OK的 我又覺得不好奴禮 Uncle in Love 吃一點 我一開始都以為是 看片名字 我以為是 大叔的愛類型的作品 但原來又不是 所以 男主角 女主角 你也看到 擺出來的時候 都不是那些老人戀愛 不是那些 老人戀愛 總之 當男人戀愛時 其實我覺得 你這個選擇 都相當之不錯 我們可以大包圍 說最近 除了我們都經常說 日本片很好看之外 你會看到 台灣自己特色人 都很出來了 這個 剛才都說了 雖然是 改編 南韓的電影 你有沒有看過 有 有 最好 不過好像是很不同的 其實講過故事 其實我故事都是不外如是 簡簡單單說 都是一個男人 真是愛盡了一個女人 很多 但出來 我覺得 時代性 很多東西 很值得說 講了之前 我們這個禮拜 選擇頭淡湯的時候 是不是都沒有甚麼好說 要講這部戲 好像你所說 是 又不是 那 鬼跟你說 你這樣說是鬼跟你說的 你叫鬼跟你說的 你叫鬼跟你說的 因為我未看 我們都未看 是啊 是 鬼跟你說 或者鬼跟你電影有毒 是 那就是鬼跟你住 如果做一個 叫做 是鬼跟你說 世界級導演 陳果大師 精心炮製 這個不是最關鍵嗎 當然不是 先講編劇 編劇 是 幾圖 即小弟 都不是最關鍵 最關鍵 我現在 為何可以將他跟 當男人戀愛事 一起去講 的時候 他都有一件事 是很強的 我都是看 當男人戀愛事 一會兒 或者討論一下 是否原著 原本那個男人電影 都是這樣 他講那個債 講得很多 是 債 如果你說用債 這個東西 就可以放到 電影有 即電影有毒 裡面的時候 就拍到鬼跟你住 來講 因為他應該 一個星期左右 正式公認 是早了的 而他的故事 當男人戀愛事 來做比較的時候 他都有講幾段情 一個叫鬼大叔的情 就是Tapolo的鬼 他有一段感情 出使到他這間屋 就變成了空宅 另外 就有個債 就是男主角黃佑南 他基本上 一個叫做房屋經紀 那時候 經常跟別人去併合約 所以就不能夠亂簽名 但是他這個 他就說他那個 就是跟一個女生 裡面就有個簽名 變成他跟那個女生 就拉上了一段情 出來了 還有一個就是小孩子 如果小朋友 他講的 當他的戀愛的時候 是什麼呢 他叫做戀愛人間 不捨得走 就算 那些人都說 個個都是八年龜老 個個都要走的時候 就不走 這個故事 如果講債裡面 他都有一條這樣的線 其實老實實 其實這部戲 其實我想有很多人 都看那個電影的時候 都覺得他有一些問題 雖然他在烏迪尼那裡 又拿到他什麼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你是不是真的說鬼 很多時候 講鬼都是講人 作為一個東方的一個 本身鬼都是一個寄託 或者本身鬼 因為有怨才成為鬼 所以 那些鬼是很香港自有的鬼 香港自有 和香港出過的鬼 是可以白日見鬼 那些鬼可以走來走去 日後都走來走去 而且那些鬼是很燈眉龍眼 還有一件事 是不說的 因為這部戲 裡面人就多了 鬼也不少 整部戲說的 人鬼就是有一種情 那種情 對於整個 對於我們叫做香港的 那樣東西 就是表現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可能你們看完之後 會不會跟著 變成了 都是我們電影有毒的話題 電影有毒的那個叫做頭淡湯 我都說了這麼多 我都是看一件事 我都有一點點偏心部戲 我是感動的 有一段戲是感動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感動 我想大家看的時候也看 不過笑容就多了 整部戲很瘋狂 很瘋 很搞笑 我覺得陳果他拍攝的時候 他也有一點點失控 因為這個題目 他主要 為什麼會說的失控 因為可能遲些會再說多些 你不會以為是寫實片 整個寫實片的故事出來了 而那個寫實片 有些投資者說 你太貴了 但是要按的時候 誰知道 不如把它變成鬼片 一轉就馬上便宜了很多 而且它轉了之後 其實主題更加出來 究竟怎樣轉呢 類型片那些 將來可以說出來 所以這個鬼同理主 作為當男人戀愛時 就完全合到過去了 因為香港和台灣 就是看東西的方式 有很多時候就是 有不同的區域的特色出來了 但有些東西 就可以賴得到一起 我們現在放下了鬼同理主 先去回當男人戀愛的時候 不如我很想知道 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不收貨 我想聽眾朋友也不收貨 其他事情都沒有說 說這部 老實說 為什麼你會選這部 有沒有一些 在感性上 你會選這部 兆豐 也有的 我覺得 她的 怎麼說呢 她的結構 挺有趣 因為她一開始 相對 我會覺得 整件事是比較 粗之大熱 或者叫隔眼來 就是一個男性 突然之間 莫名其妙地 對這個女性 有一個 一個crush 然後就去追求 然後她 整個故事結構 一開始就先擺出來 那你一開始就覺得 是不是 純粹是一些 叫做瘋狂喜劇 還是一些 不需要這麼多邏輯的事情 然後再慢慢 一層一層的 抽屎剝描 然後知道她 多內心的世界 或者她的想法 所以就選這部 這個 approach 對我來說 挺切合 某些男人 或者叫做男人的浪漫 就是一開始就 先不解釋那麼多 先做了 然後就展開她的追求 或者她的 很 那些叫做 很 一廂情願的行為 然後再慢慢 發現她背後 有其他的心思 這件事 所以整個 觀影的體驗 是挺有趣 就是 所以你就選這個 當男人戀愛時 我們那個電影有毒 就是有件事 我想大家都已經摸到 我們那個 閱讀的方式 就是其實都很即興 但即興裏面 就找到 可能有一些 新的閱讀方 出來也不定 當男人戀愛時 其實一會兒都可能 要問問張偉雄 那個叫 標準 即是不標準情人 我一看的時候 我覺得她不需要 找一個 改編的 其實那個戲 基本上 都叫做 有一貫 一些青春愛情片 都經常都會用 一會兒可能我們再找多些閱讀 還有 第二件事 這個 基本上 現在拍出來 其實我很滿意 覺得很台灣美 所以我還是去到結尾出節目 因為我不知道 沒有看過 原來改編 可能都有很多原因 究竟 為何標準的情人 他會 那些黑議程 可能一會兒 找張偉雄說 但現在我反而想問 張偉雄 你看這部戲 你自己的觀感是怎樣 你跟小鋒 不同 他告訴我 選這部的時候 我立刻給 我在《明報》寫過 100字 是 那個分數是 2.5的 是 那 基本2.5 明報是給聲的 我是不滿的 是 但是我還說 我覺得這部戲有很多話說 是 所以很贊同 贊同 今天講這部戲 我說回所謂 你說 改編 不完美 不標準的情人 是 喂 不要說 這個可以整個節講的 會講這句 我想三言兩語講的 講你的觀感 我們都會責下去 會問的 是 是 這些是我們即興的 可以做一節的 是 那 不如你講你 給2.5分的 那個簡單的觀感 是 不是太滿意 我想說 他為什麼 他那個所謂 前段很開心 優澤很好看 是 許偉寧很好看 然後 但是那兩個角色 張曼成 和 吳浩廷 這兩個角色 不好看 阿成和阿庭 你說盡致 其實是 我覺得很不盡致 這個原因就 令到我 特地找到很多人格 人格上 所謂 不滿意的地方 所以 所以 你在那個 用 張惠鴻 閱讀的方式 他就是 有一些東西 不如 阿成和阿庭 阿成我其實都一般 但阿庭我還可以 他說 這個就是台灣的臭臉女 那我就認識了 那說 許偉寧 我想我和你 香港上去的電影 我們都看完了 是啊 兩部 什麼 紅衣小女孩 秘密訪客 最近客 去到這部 是有突破的 其實我一向她的樣子是酷的 因為她有少少 她是混血的 是 是 她酷 她是做類型片 很多 她都做 擺出來已經很漂亮 我覺得她 這次是酷中帶喜劇感 這次是一個突破 當然我們不能夠認識她的影為 因為電視劇 我一直都沒有看過 她的電視劇好像是 影為 那些叫粉絲 影為電影的迷影 所以你說我不是她的影迷 自己太謙虛 我覺得這個電視劇 在人物上都可以談一談 因為譬如我 我說我不是很喜歡阿成 做那個阿阿那些 也有原因 但我覺得這個電視劇不失 我想這個電視劇是好的 而且都是講過反應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看那個是甚麼場 我那個是供應場 我旁邊的 有些應該是中女 當是悲傷與悲傷 不停哭 哭到流汗 即是說都可以 那就是一樣 我看《悲傷》 我看《悲傷》 近《悲傷》 我只會覺得 是這樣的戲 那旁邊阿忠女 哭就哭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一樣 但你覺得這個 像《悲傷》嗎 你說的 我說的效果是《悲傷》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又不是悲傷 但悲傷我完全無法入 覺得很差 但第二部 那時候 但不是 因為它叫做吃到 因為這個可以說 在閱讀裡面 就叫做台灣 它自己捉到自己的主流片 那個方式 而且它的宣傳也是 把悲傷跟悲傷 那樣的事情 再接下來 一陪一陣 要哭到你飛起的 然後我發覺 是很多那些叫做 是很乖的那些觀眾 即是 是要哭的進去 他收到 而且他哭得到 我看那場 簡直是正常 賣給他送了一包紙巾 即是說 你不哭就是你的問題 就是浪費了一包紙巾 這件事是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 台灣它裡面 譬如百悲傷 近悲傷或者這些 那時候 他會走走 一件事 即是 那個叫做 用一種叫 新的催淚角度 而那個催淚角度 其實是從人物出發的 即是 我縱使 我說不喜歡的那些角度 你看到 它有個方向來的 我們可以一會兒再深入講 或者是可以整個 整個題目都可以的 我覺得它已經有很多元素 而這個元素 你看到 台灣片 它已經懂得它自己的一個 區域的表達方式 做了一種主流出來 還有這種主流 其實我覺得 近這幾年的主流 都隨時影響到我們香港 譬如我們一直說 香港的靠攏電影 我用一個叫做 新世代有些叫做 思維靠攏 因為他們的感覺 其實已經不是壞事 他覺得那樣東西 他看的時候 他覺得 有感覺 而他自己創作 他都想跟著那種感覺 譬如幻愛 叔叔 我們那時候也提 其實是台灣味 它裡面的那種世界 即是看東西的方式 其實香港有時候 不會是用這樣的觀點來看 這些我們之前說過 你們可以在電影有讀 再看回 但這次我覺得 可以更加明顯 講一部 現在的台灣人 他自己拍一部電影 就算它改編 是韓國電影來講 或者它裡面也有 香港片的成份 在那裡 但是它出道一種 叫做 我們台灣人 現在當我們講 我們的世界 那個處理 尤其是男女演員 尤其是我們剛才說 臭麵女 特別說 她這一種的演員 是特別吃香的 好 我們下一節 再回到電影有讀的第二節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